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介紹一個 我之前在環島旅行常用的APP Booking 我們要從APP Store 第一次下載要從這個APP Store這邊下 BOOK KING 因為我已經下好了 下了就直接打開 打開你可以選擇你要去的地方 你比如說你環島像我之前在嘉義 環島 環島嘉義晚上想要找一個單人的旅館 日期你就選 比如說你今天26號 他就已經設定好了 26到27 選擇日期 就今天他一個人 這邊人數可以自己設定 有一個人 或是有兩個人自己設定 如果是一個人就自己設定 然後按搜尋 那搜尋他有很多 很多 旅館可以 看你的預算 你可以從這邊選左上角一個排序 點上去 他大部分環島人都會選比較便宜的啦 我都會選比較 價格比較低的這個 價格 價格 價格也低 像我上個月去環島就是 去這個什麼 風箏旅人 這家也是不錯 我上次去 他環境還不錯 我是住 因為 那個什麼 他這種最便宜的已經住滿了 啊我是住這種雙人房 啊一個人他是算七百塊 啊他有三間 啊其實就是單人當作單人套房啦 裡面有很多設備 然後 這邊如果你是平日的話 其實你看到這邊東西有 你也不用特別按預訂 你直接 用那個 Google Map有沒有 直接進來 這個地方 點這個 Map Map他就會告訴你 在 在這個位置 然後他地圖 地圖在這邊 啊你用那個Google導航 他就會在 這個藍色的一個地方 好 回下一步 上一步 好 環島旅行這個 booking是最 最方便的 然後很多地方也可以去 然後 回上一頁 啊這個東西也可以 租車啦 這個地方租車我是很少在用 因為我 都是做 自己騎摩托車的環島 看你要租什麼 這個比較 我比較少用 好 介紹給大家 謝謝